大家好我是Jerry 那我們今天就來開箱大白鯊的寶箱 Let's go 大白鯊這部電影其實是在1975年的時候 它在美國上映的一部電影 距離到現在1975年2020 已經有45年的歷史了 這部電影也就是史蒂芬史蒂柏所導演的一部電影 大白鯊總共有三集 不過只有第一集是史蒂芬史蒂柏導演的 所以這部電影可以說是經典中的經典 雖然已經過了45年了 為了拍這部影片 我特地再回去看了一下這部電影 當時小時候聽到音樂 那種背景音樂我想很多人聽到這個音樂 他就知道說這個是大白鯊的出現了 所以這部電影也讓一些背景音樂 成為這部電影一個非常經典的一個橋段 所以當你去環球影城的時候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就是說你還可以去坐船 然後去體驗一下說當時那種大白鯊那種感覺 那這一支是Target他們出的所謂大白鯊的一個寶盒 這個寶盒主要是一件衣服跟一支大白鯊 那我們今天就來開箱 你們看到說這個箱子呢 它的前面有一張 有一個大白鯊跟一件T-shirt 那我的T-shirt的size是L size 那這個箱子上面有一個女生在游泳 那這個也是一個超級精靈的一張海報 他把它做成T-shirt的外表 那我們今天就來開箱 打開呢 打開呢 裡面有什麼呢 有一件T-shirt 然後呢 再外加一個 大白鯊的 幫孔 那它的寶箱就大概是 這兩個東西 就是公仔呢跟T-shirt 我記得它大白鯊 到目前為止呢 它出過很多版本 有例如說整隻純白的 那或是說它中間呢 有流血的 像這隻是流血的 那有咬一個瓦斯瓶的 有咬一個冷的 那我們今天呢 就先來介紹這件T-shirt 那這件T-shirt呢 上面的圖案呢就是一隻大白鯊 然後上面有一個女生在游泳 那我們就把這件T-shirt呢把它穿上去試看看吧 OK 那這一件穿上去的感覺呢 像這樣子 那這一件的衣服的材質呢 其實跟剛剛那一件所謂的KFC其實是蠻像的 所以呢 如果是以這一件的話呢 我會覺得在圖案方面的話呢 如果跟剛剛這一件 如果剛剛跟這一件KFC的比起來呢 我還是 我個人呢還是會比較喜歡這個肯德基老爺爺 他畢竟是比較可愛 那這一件的話呢 是比較酷比較油型 那版型的話呢 感覺稍微大一點點 那今天呢 這隻公仔呢 我們也順道介紹一下 他其實我有兩隻這種公仔 那一隻的話呢 就是他這個寶盒 寶箱裡面呢 他出的就是這一種 他的嘴巴呢 是有 是有含血的 那另外一隻呢 他也出過一個比較特別的版本 這是2019年呢 展會的 出的公仔 所以有一張特別的貼紙 那他這一隻呢 他就是咬著昆特 也就是呢 如果你有看大白鯊第一集壞了嗎 他就是 那一隻要準備去殺大白鯊的那個 漁夫 不過呢 他最後呢 是被大白鯊給咬死了 所以他是他經典的 那這兩隻呢 的差別呢 其實就差在說 一個是有昆特 一個是沒有昆特 那這兩隻呢 那這兩隻呢 我們今天呢 一起來做介紹 編號758的呢 他是跟寶箱一起過來的 大白鯊 那他這邊呢 你會看到他是寫著 Grey White Shark 就是大白鯊的 英文名稱 那他這隻外盒呢 他是沒有鮮血的 就跟一般的那個 公仔呢 是一樣的 那他的後面呢 你會看到說 他這些人物呢 就是第一個 是左邊的就是 這隻大白鯊 然後呢 就是他的警長 然後這是Mark 就是那個科學家 然後這是昆特 那這邊呢 758呢 他是這一隻白色的大白鯊 是沒有鮮血的 那他右邊這一隻759呢 這隻大白鯊呢 咬著一個TANK 咬著一個鋼瓶 那這一景呢 這是在第一集的時候呢 是非常經典的一個 他最後呢 是因為打到鋼瓶 然後讓警長呢 用槍射到鋼瓶 那將這隻大白鯊給炸死 這是第一集的情節 所以758呢 本身是像這隻是白色的 那因為他要出這一個寶箱呢 所以他出這一隻的時候呢 他是故意 將他的嘴巴呢 沾滿了鮮血 那牙齒呢 你看到牙齒 至少有兩排吧 所以他這一隻做的是超級可愛的 而且嘴巴是紅的 那這邊是有鮮血 他下面這邊呢 FUNCO LLC 2019 然後 www.funco.com 那是越南做的 號碼是 DRM190328 他上面會寫著 TRAINMARK UNIVERSAL STEREO 也就是說他這個是環球影城呢 他授權的一個產品 號碼是一樣的 DRM190328 至於說呢 我之前有收一個 就是這一個編號760 這是展會的一個 出的這一隻 限量版的公仔 那他這一隻呢 就是SHARK BITING QUINT 也就是說呢 是大白鯊咬著這個坤特 那這一景呢 是在大白鯊第一集的時候 最後面的時候呢 他那個坤特呢 從船的上面呢 掉下來 然後從腳板上滑到那個 大白鯊的嘴巴裡面 他這一幕也是超級經典的 那一樣 你看到說他這個 這一個號碼呢 760呢 並沒有在這個組合裡面 所以呢 這兩個比較特別就是說 758的寶盒呢 他是 有血跡 可是他的盒子上面 是沒有血跡 那這隻760特別款呢 也沒有在這個盒子的上面 這隻鯊魚呢 就跟這個長一模一樣 然後呢 他多了一隻坤特 多了這一隻 非常 有趣的公仔 那他拿著刀子呢 要殺這一隻大白鯊 不過呢 他整個嘴巴都是血 那這隻坤特感覺很無辜 他的頭可以轉 那這隻坤特呢 做的跟那個電影的 真的是超級像的 然後他的嘴巴這邊呢 有吐的血 那這一幕呢 出現在大白鯊大概 只有不到10秒吧 他最後呢 真的是吐血 這一幕大概只有0.1秒 那他的手 要推得上嘴巴 來不及了 他整個牙齒這邊都是坤特的血 那這一隻編號呢 這一隻是2019 基本上這兩隻 我感覺好像一模一樣 那DRM呢 190509 我們看一下跟這個箱子 有沒有一致 那這個 這個很像呢 他是台灣進口商 正光帶你進來的 正光帶你進來的 他的號碼呢 DRM190509呢 跟這個箱子呢 是一致的 那這一隻呢 比較有趣的是 他是 咬著坤特 那坤特的臉 就是這樣子 超級無辜的 那這兩隻的鯊魚呢 的比對呢 我們來比看看說 除了坤特跟他的血跡之外呢 他其餘的呢 其實是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我猜應該是一模一樣的模具啦 因為兩隻鯊魚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唯一的差別呢 就是 他上面塗著這些血的這個 的漆 然後他的嘴巴應該也是差不多 大吧 嘴巴感覺 好像差不多 只是因為公仔在這邊 那你覺得他比較 嘴巴沾的比較大一點 這兩隻 大白鯊 一隻是咬著坤特的 那另外一隻是他嘴巴是有 沾滿的鮮血的大白鯊 那還有這一件呢 大白鯊的T恤 那希望你會喜歡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Jerry 我們下次FUNCO開箱見囉 掰掰 我們今天就會搭開箱大白鯊 還有這一件大白鯊的T恤包箱 掰掰 什麼你看到 黑鯊的T恤包箱 做的 你說 你 是什麼 你